2024西安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中 全红禅痛失金牌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 全红禅作为中国跳水队的明星运动员 她的成就闪耀着光芒 只差一个世界杯总决赛女子单人十米跳台的冠军 就能成为继承若林之后历史上第三的大满贯得主 只可惜决赛中遭遇同样想要拿下冠军 实现自己三连贯梦想的陈玉希的拼命阻击 最终惨遭陈玉希大比分逆转 输掉比赛痛失冠军无缘大满贯 全红禅自东京奥运会一跳成名之后 凭着低调的性格和精湛的水花消失术 慢慢的走进大众的心里 得到了大众的一致好评 她与陈玉希的较量也从那时开始 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停息过 不过全红禅都是输多赢少 他们总共交手15次 全红禅只赢过5次 基本上都是被陈玉希压着 如果没有奥运会 亚运会和全运会这三块金牌的光环 全红禅根本就不是陈玉希的对手 那么全红禅为什么会经常输给陈玉希 为什么会经常是预赛第一 决赛第二呢 主要原因还是心理压力 另外可能这是陈玉希的一种策略 预赛时故意输给全红禅 决赛时按规定 她就会排在全红禅的前面先跳 如果跳出好成绩 就会把压力甩给全红禅 她知道全红禅的心理承受能力差 发挥就会受到影响 所以全红禅在决赛时 常常输给陈玉希丢掉冠军 西安跳水世界杯总决赛 全红禅在领先的优势下 又一次痛失冠军以后 她心态不稳定 抗压能力差的缺点暴露无遗 跳水队掌门人周济红 也看懂了这一点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全红禅和陈玉希两人实力相当 他们谁能赢下比赛 要看他们的临场发挥和抗压能力 为了让全红禅能尽快 从失败的阴影中走出来 周济红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 给全红禅放一段时间的假 让她在西安旅游 希望她通过这段时间的放松 可以缓解心理上的压力 周济红作为跳水界的泰山北斗 她看出全红禅的问题 不在技术上 而是心理上 只要全红禅能调整好心态 彻底释放掉心理压力 以平常心去对待比赛 相信全红禅依然是那个 能够惊艳世界的跳水天才 咱们也希望全红禅 能够通过这段时间的旅游 好好调整心态 放松心情 以饱满的状态去迎接巴黎奥运会